当绚烂不再来不及感慨 如昙花一现来不走眷眼 遥望你的脸凝固了细节 转身的瞬间我忽略双眼 当绚烂不再来不及感慨 如昙花一现来不走眷眼 遥望你的脸凝固了细节 转身的瞬间一切不再也重演 她逃走了 是吗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就走 阎局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同意 什么事情 范萍知道老万的真相以后 强烈要求参加行动 她要亲手抓住飞天龙 我也想带她去 好 我同意 我已经给当地公安局打过电话 让他们配合你们 陈队长 这就是我们刑警队的方队长 你好 方队长 欢迎 欢迎 陈队长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 一家人嘛 不用客气 坐坐坐 来 陈队长 谢谢 陈队长 陈队长 接到你们的协查通告之后啊 我们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 同时派人乔装成偷渡人员 抓到一枚舌头 是吗 可不可以提来问问 小鱼 去 把她带进来 是 我已经安排好了 晚上十二点 船准时到 舌头可靠吗 为了以防万一 您就不要跟我们同时上船了 离这儿二十公里处 有一个偏僻的小码头 您和小勇先乘车到那个地方等我们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会在凌晨一点中到达 如果没到 就说明我们出了问题 您放心 即便有什么不测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实施第三套方案的 朱子 您放心 上帝会保佑我们 车里的人长得什么样 小砲头 看上去挺凶的 他给你多少钱呢 一个人十万 六个人六十万 你小子够黑的啊 没办法 混口饭吃 六个人 几男几女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船 深夜十二点 先带她下去吧 陈队长 怎么样 根据她交代的 和我们掌握的情况 大致一样 不过人数上多了一个 那是不是 另外一批偷偷客呢 我看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舌头说的那个人 很像我们要抓的一名嫌疑犯 陈队长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不管是不是我们要抓的人 今天晚上咱们都行动 好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谢谢 要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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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那个舌头会不会耍我们啊 还差十分钟呢 这些舌头 既不会早到一分钟 也不会晚到一分钟 放心吧 咱们就在这儿等 好 好 瞧 来了 还真被你说准了 十二点差三分 准备好 出发了 你太好了 太好了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你想把警察找来 都到了 到了 不是六个人吗 少废话 给你六个人的钱不就行了吗 等等 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啊 谁 开船的 废话 我问的是其他人 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舌头我见多了 拿了我们的钱 又跑到警察那儿去举报领赏 两头吃黑 兄弟 不信任我 如今这年月 人心都黑着呢 我不得不防一手 糟糞了 麻烦你 带个路 好 好 我带路 带路 对不起了兄弟 现在警察盯得紧 我不得不防啊 下来 点点吧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等你出去了 我保证几天就能挣到这么多钱 真的 谁还骗你 柱子哥 你真是太伟大了 伤痛 我 别动 没想到吧 我也是名警察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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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靠开 队长 好样的 黑木的 红桃代表我的心 就是地久天长 小勇 想你姐吗 你是谁呀 我 小勇 等我们去了国外 再跟你携联系吧 天龙哥 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快了 你们一共有六个人 还有一个人是谁 张小语 谁 张小语 都快一点了 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是他吗 是 知道怎么说 敢耍花招后果自负 废总 周子 到哪儿了 马上就到 好 好 待会儿靠了按 按我说的做 村里的 到了 准备行动 你看 在哪儿 大夫 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 尽管 住手 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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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快点 放下来 别动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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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枪了 放下枪 陈野心 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打死他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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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杀我 闭嘴 放下枪 小心 天龙哥 你刚把我吓死了 你傻呀 我会杀你了 天龙哥 你说我们能逃出去吗 放心 一定会逃出去的 是 不要 放下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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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